早安, 露友記 早安, 各位開心露友記 又一個星期, 歡迎大家收看 旗航會呈獻, 開心露友記 按照Gino, 我知道每個星期 都有很多露友記看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很希望有更多露友記 尤其是體藥, 或是比較內向的 可以多接觸社會 你說如果接觸社會 在社區活動上參與 是 你說可以跟他拍張照片 大家留念, 或者他自己拍張照片 你是不是樂趣? 還要很開心地拍張 沒錯, 那怎麼辦 請嘉賓介紹 早安 早安, 各位 周主任, 有什麼活動介紹給你 老友記, 或者讓我們認知一下 原來社區上可以幫一些 有需要的老友記 跟他留下影像燈,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 我今天想介紹一個計劃 叫做數碼落罪影情真 這個計劃是我們為期一年的 在去年的六月份開始 其實是一個數碼外展計劃 我們希望這次這個計劃 特別是透過義工的幫忙 服務到四種類型的長者 希望他也能接觸到資訊科技 也像剛才大王你說的那樣 能夠留下影像 一些影像, 學習了一些拍攝的技巧 對他來說是一個紀念 有四種類的… 長者 分別有院舍中的長者 我們這次的計劃比較特別 除了是遵助院舍, 也有私營的院舍 第二類是接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 第三類是接受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 最後是一些在社區居住的 一些可能缺乏支援的長者 我想問計劃怎麼做呢 是 為了多少義工 怎樣跟這些長者接觸 還有怎樣留影呢 還有怎樣教他們 是的 我們這次的計劃真是很感謝義工 很多義工團體都幫我們去 去一對一的形式 去到長者的地方 跟他基本分享了使用平板電腦的知識 最重要學拍照 另外可以讓他自選參加一些 譬如學習網上地圖、聽歌 或者一些腦電波耳機 或者一些活躍腦筋的遊戲 很多東西讓他學習 單對單 對… 要有很多心思 這個第一,第二,你看網上地圖 有什麼好看? 阿Lo…有什麼好看? 有很多東西看 因為看到街景的場景 好像不需要出門口 都可以感受到街外的情況 像是帶他去街上… 對… 挺有趣 挺開心 雲哥哥,你好 好,雲哥哥,想問你 其實參與了這個活動 你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感受很開心 能夠跟其他女友機 分享資訊科技的知識 我覺得很開心 尤其是這次能夠接觸到一些 比較體藥和注意演織的長者 因為他們有些是不懂平板年老 有些只是沒接觸過 有些是第一次接觸的 你為什麼會有興趣做義工? 把自己認識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做了多久的義工? 如果我做數碼義工 就是做了一年多而已 是 正式做義工就做了幾年了 是… 有什麼樂趣呢?開心在哪裡呢? 教導別人又開心,自己又開心 有些成功感和自己很滿足 有一件事我想請教 你教他的時候 有時候老友記,你知道吧 年紀大了學習 可能會慢一點 會慢,或者跟不上 還有內向 對,你告訴我,不說… 會放棄了 有沒有試過玩耍 不要的,雲哥,走人,不要騷擾我 也有的 是 那你怎麼樣呢? 給點耐性,求求他 你最後怎樣?我想知道後果 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也不錯 也跟進來學 也跟進來學 有些老人家要哄一下,求求一下 又成功了? 對 其實推動力很重要 可能是一對一,成功很大 對… 周姑娘,在這個活動過程裡 有什麼樂趣? 不如問問你有什麼樂趣?雲哥哥 樂趣有的 是 我發現這裡很喜歡 拿著機器到處拍照 有些還要互相對應 有些還要做自拍,很有趣 當他們重看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他們感到很滿足和很開心 好像小孩子一樣 對… 周姑娘,你覺得誠效有多大? 你覺得這次做完這個拍程真之後 是,我想成效在於很多義工幫我們 這是社會的一個參與 還有長者,這種體藥長者被動一點 他這次都能夠在我們計劃預期 都有六百多位接觸資訊科技 我想是一個好的開始 最近我們四月完成了攝影比賽 鼓勵參加這個計劃的長者 他提交他的攝影作品 也有二百一十七個作品交給我們 我們覺得很特別開心 我想這個計劃也是一個挺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交的作品的時候 除了拍照,還要解釋為何會提交那一幅照片 一般都是他們最愛的人或最愛的事物 這是一個主題 其中一張照片我們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落記他拍了一堆散紙 為何要拍一堆散紙呢 原來他想透過照片拍下這個影像 告訴別人要珍惜用錢,因為賺錢不容易 很開心,有很多信息 和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兩位和我們分享 你也要有很多東西和我們分享 你知道嗎? 我知道,請嘉賓和我們分享 重拍情真 今早重拍情真,很開心 請到著名的鋼琴家羅乃珊女士 和我們聊聊天,早安 不如我親切點叫你Nancy,好嗎? 好… 謝謝你,多謝你,Nancy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在音樂方面你有相當的綜藝 而且你很年輕的時候 你一直都學習音樂 例如去紐約學最出名的音樂學院 學音樂,而且也獲獎 其實音樂是否你從小 一直都覺得要追求的一個夢想 小時候不是的 小時候是因為沒有工作 因為我的年代是沒有電視的 我媽媽又不知為何不喜歡買玩具 經常叫我看書 是 所以我差不多八歲就看了嘉春秋 好… 已經到了我的文化巔峰 我媽媽本身是學唱歌的 為她叛奏那位英國女士 剛好在英國來香港 沒有地方教琴 我們就住在她的酒店旁邊 借了我們的地方教琴 我就是因為這樣就學琴 但其實我當時… 我的年代三年級才學A、B、C、D 所以我連文化也不懂 是 有一天她有一個學生沒有來 我便在那裡看 那時候五歲 她押了我過去 就教我彈 但我不懂A、B、C、D、E、F、G 結果我很記得她按C 她說這是爸爸、媽媽、Nancy 然後我家的狗、家的傭人 然後找了我兩個朋友的名字 是… 那時候你記得那個層級 一直學就是這樣學 後來我爸爸因為這樣 就教了我的英文字母 就是你開始接觸音樂 是,一直繼續這樣彈 現在每天都有下場音樂比賽 當時也有 我便去參加,當時的人不多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得獎 我很喜歡去 就不像現在的小朋友那樣 希望贏 而是因為如果要去比賽 那天就不用上學 是,其實說到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你很順理成章 就是一個很著名的鋼琴家 其實當中有沒有試過有些挫折 其實很多,因為最初去到紐約的時候 已經手有問題 其實最初一年有大部分時間都彈琴 加上老師又對我有點誤會 結果那一年他不讓我考試 他給我的高級就是… 未能達到考試水準 我後來手就開了刀,很快 那… 開刀是因為怎樣看的? 開刀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就是一些餐單製造肺炎 我想是筋發炎 筋 但不知為何搞了我差不多六個月 才找到骨科醫生幫我開刀 後來我就去了英國 那時已經開始了演奏生涯 但不知為何 對所有的事情都很有懷疑 就開始又問自己 對,其實你用這麼多時間去彈琴 其實人家是否知道呢? 其實你彈一個音,你彈對彈錯 你彈到這樣,你彈到這樣 其實真的會有差勁嗎? 就開始很嘴售 覺得其實我在做什麼呢? 那時候又經歷了很大的一段… 真是…我想是我人生最低伏 低潮 對… 那怎樣又可以重新重新興建 很感恩,因為有人寄了一個廣告給我 應該是1979年 香港音樂事務統籌署 是不是這樣?應該這樣叫 現在應該叫香港音樂事務署成立 想請一些專業的音樂人 去參與一些行政的工作 有人寄了給我 我就說不如我回去嘗嘗吧 去到後就真的開創了我自己的視野 就發現其實音樂不一定只是在舞台上 也不只是我一個人 自己 可以跟很多人一起 可以把音樂帶到社區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跟人分享音樂 但是現在回想起 我想所有的成就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經歷,一個經歷,一個經歷 其實每一次都是很多的奮鬥 但我也很想聽你說一下 跟社會和其他人怎樣分享音樂 不如下星期吧 好… 我知道你做很多義工 尤其是去到監獄那裡 跟一些在監獄裡面的人士 做一些音樂或帶給他們 怎樣分享 甚至乎有什麼做給你 我們下次看好嗎 好… 接著看安德G有什麼告訴你 你猜男性的老朋友退休之後 他們的消閒活動多數是什麼呢 有機構做過調查 受訪的300位退休男士裡面有九成 他的消閒活動就是 看看電視、喝茶 香港退休男士服務 最近推出一個名為找野玩研究室 最主要就是要建立和確闊社會網絡 查詢電話279-00711 好… 四亞國福群會的到會理髮服務 特別為年老體藥、行動不變 和長期病患的老後技服務 因為他們未能夠除外理髮影響而容 有興趣的老後技可以打 2117、五百四七查詢 只要有社工轉隔就可以了 剪個領髮,人都精神一點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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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今天早上老友的晉天奇才 就是我旁邊的這位電子琴奇才 梁耀明哥哥, 早安 早安 早安… 梁哥哥彈電子琴彈了多久? 屈指一水五角五角都超過四十年了 超過四十年了? 對 四十年玩電子琴, 那種感覺從初學的時候 到現在這麼勞火純青 感覺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一直在隨著年紀的成長 一直經歷幾十年裡 技巧會有進步 電子琴一直創新科技 產品的聲音或其他節奏 一直在進化 自己越來越開心 你真是個開心 但是這樣, 開心還開心 有時候對於音樂玩得太久 會不會有時候會… 會鈍化了一個人 那些東西很硬碌碌的 怎麼會靈活化他比較好呢? 其實也不會的 因為彈電子琴 除了我們左右手、兩隻手 互相配合之外 我們還要考考我們的腦筋 還有記憶之類 這樣嗎? 是的 電子琴這麼多元 看上去的琴, 幾十個按鈕 又有鍵盤 加起來, 這個組合 會不會有時候很難學習呢? 而且它的特別在哪裡呢? 其實電子琴一點也不複雜 還說不複雜? 整個按鈕, 你叫我去找吧 我們看到右手邊這邊 就是鍵盤裡面 有很多不同樂器的聲音 譬如呢? 可以發出來的 譬如有什麼樂器呢? 例如我們按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就寫著一個喇叭的聲音 然後我們按到琴裡面 就會出現喇叭的聲音 然後這裡的鍵盤一邊可以選擇 是不同的聲音 什麼喇叭都有 對 其實電子琴可以把不同的樂器 可以把它串成在一起 例如我按一下按鈕 就可以有兩件或三件的樂器 一起來做這個獨咒 變成大樂隊呢? 對, 然後左手邊這個按鈕 就可以令整個電子琴 就像一個樂隊一樣去動 正在進行的 對, 他的變化也很大 可以 而且很容易可以做得到 會不會彈得手多? 腦筋一樣要靈活很多 會的, 因為手指尖 對於我們人的反應 和他們的活動能力是很好的 一定不會老體化 有時候也會去教學生 有沒有老友記都能學得到? 有, 我本身的學生 最大年紀的是超過九十歲 才開始學第一課 可以嗎? 可以… 老友記都聽到了 電子琴幾大年紀都學得到 恭喜梁哥哥 開得到 韓泰勵心集團有限公司送出 高勵心禮盒 價值是四千五百八十元 如果各位觀眾想參加 老友記盡年奇才 填到TVB周刊的表格 連同個人全身近照專材照片 寄回來 九龍張歸澳盡財街 77號電視廣播承收就可以了 或是透過這個電郵 發送資料給我們, 也可以 謝謝梁哥哥 謝謝… 有些老友記年紀大了 經常手好像越來越無力 今次特別請了衛生署 像健康服務的物理治療師 跟他們說一下為什麼 小姐, 為什麼很多時候 老人家很多時候 對, 因為人家的肌肉 到二十歲左右 就已經發展得最好力 但是中年開始 就會慢慢減退 肌肉會流失 到了老年的時間 就會更加明顯 所以年長了的人士 就會覺得 沒有那麼好力 比起年輕的時候 這些所謂肌肉減少的情況 我們叫做肌肉減少症 有這樣的症嗎 沒錯 不過嚴格來說 也不算一個疾病 但是很常見 在老年人士 比較常見的現象 如果有肌肉減少症 對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我們的骨格 就負責組成了我們的身體 支架 支撐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骨格會移動 是全靠肌肉的 肌肉就黏住骨格上面 當它收縮的時候就會移動 如果肌肉減少 肌肉就會衰退 所以它的活動能力 可能就會影響了 可能關節 可能負擔不了日常的活動 輕微的可能會肌肉疲勞 或者疼痛的情況 嚴重的可能會勞損 甚至影響了活動 令到生活質素會下降 其實也會擔憂的 對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 可能也要有很多 治理的能力各方面 但我想問 是不是年紀大了 難免一定會有肌肉減少症? 其實也是會有的 因為是自然現象 但是幸好 如果我們的生活習慣好一點 其實就可以減慢速度流失 例如做運動 因為運動可以強化我們的肌肉 令它的質量比較好 有正面的效果 另外我們做運動 也可以增強我們的體力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心肺功能 保持柔軟度 以及改善平衡 不會太容易跌倒等等 剛才提到 可能做多些運動 有甚麼運動會比較適合? 要戴癢還是怎樣? 戴癢也是可以幫助的 我們叫做耐力訓練 簡單來說就是步行運動 譬如建議每個星期做五天 每天做三十分鐘 譬如少做運動 可以開始做十分鐘 可以再累積三個十分鐘 變上半個小時 然後慢慢適應了 覺得不太吃力 就可以試一下 步速速速速快一點 增加運動量 效果會更加好 但是量增加起來 少許氣速就好了 但仍然能說話 我們叫做中等強度的運動量 就會比較適合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累積的 例如剛才提到 如果肌肉減少的話 其實都是慢慢隨著年紀 生活習慣等各方面 沒錯 如果又可以累積生活的 或者好的習慣 和運動的習慣 剛才除了說 可能做跑步 或者做一些步行 還有沒有特別 可以針對練某一部分 或者手動力 其實有一種叫做重力訓練 所謂強化肌肉的運動 建議長者每星期做兩至三天 每日每個動作 可能十下至十五下為標準 我有幾個動作 可以介紹給大家 你可以給大家看 第一個叫舉水樽 手拿著一個水樽 大約五百毫升 大約一磅 然後把手向上舉起 伸直手肘之後定住五秒 然後慢慢放回原位 重複十次 每邊重複十次 就可以鍛鍊手部的肌肉 是,水樽不一定要是很重的水樽 對,也不需要太長 但如果想效果好一點 也要拿少許重量 有少許重量 有少許重量 除了這個手部 鍛鍊水樽之外 這個就是下肢的了 是,下肢舉沙包 也是要扶著重量 可以綁一個半磅至一磅的沙包 或者自一隻米袋 綁著在腳上以上小腿以下 圈著的位置 然後伸直腳 定住也是維持五秒 然後放回原位 每邊做十次 是,這個就是小腿的了 這個主要是大腿的 大腿的,是 是的 那如果有些時候 即是腳 即是法國也不一樣 那麼力氣 除了剛才做的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可以幫助 這個就是側提腿 因為站在這裡做 為了安全起見 都是扶著一些 爛杆、穩陣的家具 就好一點 然後動作就是 伸直一隻腳 然後向外提起 腳剛剛離開幾寸位 就可以了 定住數五秒 然後放回原位 交替兩邊做 每邊做十次 這個主要就是 訓練大腿外側的肌肉 最後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腳尖站 是的 這個首先都是扶著 然後有點像半蹲的狀態 把身體降低 然後伸直之後 接著就是腳尖,腳尖站 定住五秒 然後放回原位 站好,重複十次 這個可以幫助小腿 還有下肢的肌肉 還有這個比較簡單 站好很多都做到的 沒錯 沒錯 謝謝 各位老友記 都要學習一下 如果想重溫我 今天的節目內容可以上 tvb.com 下星期再見 再見 再見 1 2 3 3 3 4 4 4